通讯部长法米说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指示所有部长必须腾出时间 巡视民间了解物价及市场的供应量 也是政府发言人的法米说 这是首相在今天内阁会议的嘱咐 他说 这是首相从出席的系列活动中所接获的讯息 此外 法米也表示 我国将在4月22日及23日主办KL20的活动 届时会有重大宣布 巡集内阁是否讨论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申请在家服刑的课题时 法米也表示 内阁并无讨论此事 通讯部长法米表示 内阁认为必须加强执法 尤其对付煽动民众的人事 巡集这是否包括援引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 特别措施法令对付这些煽动民众的人事时 法米表示 没有讨论此事 他今天在记者会上授寻 及内阁是否讨论本地连锁便利超市 KK Super Mart第三宗遭攻击的事件 内阁没有特别讨论此事 但理解该集团主席拿督斯里蔡志全 今天今日觐见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就KK Mart袜子事件请求宽恕 国家元首预令所有人士 包括KK Mart必须对出售的商品 尤其是进口商品更为小心 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同时强调切勿在有人在这事件上借机行事 包括煽动人民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购买大量食物 并派发给民众以支持摘戒月市级的小贩 此举引起网民称赞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官方X日前发布的视频显示 尼可敏前网部城摘戒月市级购买吉兰丹勒沙 Acock即有限煎饼并将这些食物派给民众 我前往摘戒月市级 为了展示各族团结的精神 此视频引起网民热议及转载 一些网民称赞尼可敏愿意帮助小贩 并派送食物给民众 在摘戒月期间做着善举 应该值得学习